也跟停车有关 很多开车的人 应该都听过一个都市传说 就是晚上几点之后 早上几点之前 你停在路边OK 或黄线可以停 台中有一位车主 他半夜把自己的车 停在自家旁边巷口转角 后来他起床发现 怎么被开了一张红单 很生气 觉得地上甚至没有花红线 他也没有影响到交通 警察你怎么半夜 不去取缔街头乱缘 来抓我这个违规停车 那其实是有民众检举 认为说这个车子停在巷口 确实影响到 其他人的交通动线 也的确算违停 不过这张罚单 经过这个男子申诉之后 现在事先被撤销了 一名警员来到影色轿车前 在挡方玻璃夹了一张禁举单 取缔的时间是15号清晨5点多 这里是台中市西区 永城街与明星街的巷口 这辆轿车会被开单 是因为在巷口转角违规停车 车主被开单 出面喊冤 附近民众也是把机车 停在路口转角的附近 深夜经常被人检举 议员向警方建议 在不影响交通的状况之下 可否在夜间时段开放红线跟黄线停车 民众还批评进行举发单 没有盖上单位与警员殖民章 警方将一规定对警员给予行政处分 但车辆围田路口转角影响通行 警方认为取缔合法 不过警方考量深夜时段没有拖掉车 没有严重影响交通的话 是可以用劝导代替取缔 因此撤销这张禁举单 至于民众外传 晚上八点后可以停黄线 十点后可以停红线 警方说依现行规定 如果因为上车下车 或者是装些物品 车辆在黄线最多只能临停三分钟 红线都不可以停车 否则就会开罚600到1200元 跟时段没有关系 至于深夜违规停车 警方还是会是现场情况 以劝导代替取缔 如果严重影响交通的话 就会依法告发 华视新闻林建峰 张春风 台中报道